如果给你一份年薪三十万的工作 但代价是全年无休 每周加班 你愿意吗 别人不知道啊 但日本人他不乐意了 俗话说的好 宇宙的镜头是考工考研 但这句话放在近几年的日本却变了味 机舱员工履报操场加班 以及各种各样的自杀事件 让年轻人们产生了远离铁饭碗的想法 那么日本政府针对这样的事件 又做何选择呢 那么话不就说 今儿咱们就来嘿嘿日本的公务员 据日媒报道 2023年春季 日本申请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为1.4万人 创历史第二地 最近十年间呢 报考人数足足下了30% 日本年轻人为啥都开始远离当官呢 主要啊 还是职场太残酷了 2012年大阪一位主任级别的女官员 因为开车上班110次 被勒令停职三个月 并且罚款4万日元 理由呢也非常抽象 大阪市的市长认为 公务员开车上班会增加当地的交通压力 从这儿呢 咱们就能可以看出 日本公务员确实是不好干 也几乎是没啥特权 兼职呢 也是一点不能干 公款吃喝啥的 你就更别想了 就算是市长啊 去参加个当地上会活动 也得在吃好喝好之后 把单给人买了 碰上个稍微穷点的地方 公差出去迷信 都得从自己兜里逃命 上面咱们说的这种 还是有点级别的官员 那对于基层员工来说啊 能做到基本的996上下班 那都算是他们上辈子积德行善了 日本的办公模式呢 就非常老传统 上下班是手动打卡的 来访电话是坐机带线的 资料管理 浴水纸质化的出点外情 是全靠人力登车的 这就导致了办事的效率 基本是小约翰越耿是慢的离谱的 但是日本人呢 他又有点热衷于卡罢 纳税人呢 咱不能让人摆脚 就极其追求服务质量 什么今儿个米花大街发生命案了 门个柯南又给人设小针呢 这啥机灵狗碎的事 都能和政府人员打了话 员工们这时候啊 就必须得以饱满的热情 为人民服务 也有可能是真想加班 但真想加班 我认为不太可能 根据日本内阁人事局 在2020年的交叉 以东京政府公务员为例 有超过3000人 每月加班时长超过了100小时 2021年 一位负责防疫事务的公务员 每月的加班时间 更是高达378个小时 就相当于啥呢 你每周都不创修 还得每个月和洋别商量 介绍15天 上个24小时的全勤 咱不知道公务员 愁不愁的话 那阎王爷在日本 开展展工作也是闹醒 好不容易 阎王爷要收个代贬制 结果那边领导一句话 回来敲班了 给小伙子从生死部上撤回了 就这工作时长 狗路过身上 都得背两条人命走 就这么长时间的吃苦耐老 这人他就不能好了 失眠 心理疾病 抑郁症就来敲门了 还有不少公务员 是因此自杀的 2015年 日本公务员的平均自杀率 有多高呢 21.5% 10个人里 死俩自杀的 就不怪人家日本人 柯南排得好 你上哪找这么 现成的素材去呀 这也就导致 日本现在 不仅是招不上人了 还有好多公务员 都闹着要离职了 在日本30岁以下的 男性公务员中 每7个人里 就有一个计划的 在1到3年内辞职 据日本人事院表示 2012年 公务员离职人数 为2489人 到了2014年 离职人数 直接上升到3056人 日本人现在就是一种什么形态 与其我上岸逛回 不如在海里卑微 就连当初的公务员大学 东京大学的学生 都很少考虑考工这个事了 而是选择福利待遇更好的私企 虽然说日本公务员的收入 确实比私人单位员工 高收约4% 但是公务员是有职场高考的 35岁之前你没啥工技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 这时候那些进入私企工作的人 就不一样了 混好了 咱扬名立万 年收入到1000万日元 也是极有可能的 退休金也会更多 当然混不好 咱就自己滚蛋 而与此同时 混得好的 像公务员拥有的福利待遇 人一点也不差 公务员拥有不了的 人家也有 有的公司呢 就会给员工报销回老家 休假来回的路费 还可以不用几说 时间停止就停止的地铁 随意开车上下班 而且根据厚生劳动省 2022年的调查 现在日本8.6%的公司 每周提供两天以上的休息日 并且日本很多私企 已经开始实行 每周只上4天班的 新型工作制来 更重要的是 为了更好地培养综合型人才 日本的公务员岗位 每隔两三年就要进行变动 这个变动呢 就对很喜欢 把一项工作干到死的日本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同样都是为了上班活着 我为啥不找一个 能让自己多活两天的班上呢 在看到年轻人 对铁饭丸抵触这么强之后呢 日本周 他也开始当人了 8月起后 日本人事院 向日本国会和内阁建议 今年再给公务员 打打地价钱 算是个好消息 涨多少呢 基本工资上涨0.96% 100块钱涨9毛6 当狗还得是你日本人呢 没涨多少 与此同时呢 奖金呢 也要增加4.5个月的月息 这啊 还干得像人事 这次涨性 也是日本近26年来 最大的一次涨幅 另外呢 按照之前的规定 除一些特殊岗位 比如自卫队 老人护理等 大部分人都是双修 现在啊 不然 他们建议 政府延长公务员休息时间 实行个弹性工作制 向私营企业看起 争取做到 每周咱们只上4天半 但是呢 他也没提工作量的事 4天干7天的活 你就不随时寻思 给员工减减负呢 是老爸上厕所 张口就来呀 就日本政府这个建议 咱们放下调侃 可能啊 也真的就只是个建议 因为如果按照 他们说的加工资 日本财政顶不顶得住 它是一个问题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我估计是很难挺得住 其实呢 日本政府做这么多调整 改变这么多政策 不如啊 先把资料管理系统 和坐机服务 咱给升级一下 以及减少没有必要的 过渡服务 毕竟工作效率不提示 即使规定上 写着周休七天 最终也只是规定上了而已 已经进化了的年轻人 好像不太会相信你这些 行呢 快乐时光动转转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能给个点赞收藏 关注上发这种下期视频 再见